远远看去驻足在鸢尾花上的蜻蜓栩栩如生 而这幅蝶恋花也让人感受到与众不同的刺绣之美 中华民国乱真会秀协会这次展出 以花团锦簇针线琴为主题的20幅作品 都是会员们几个月的心血完成的 不同以往的艺术创作 目前都在戏子去公所二楼的艺文走廊展出 有一个新的展览了 这一次我们是请到了乱真会秀协会 在我们周吴彦周理事长 跟我们李坚士还有历届的理事长 他们共同旅途之下 这次有20幅的乱真会秀 结合的真跟绘画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出来 大家有空大家可以来看看 当初都是学画画 但是因为蔡文荀老师是我们的老师 他本身因为他母亲是把这个乱真秀 从苏州带到台湾 所以他就在社大开了班 然后呢我们就去学 那就发现他没有想象中这么困难 然后呢还有因为他是随心 随你的心随你的意来秀的 而且因为会秀加了针线以后 他是无比的鲜艳跟针艳 原本以前都是在纸上画画 而现在则是用针线在布上头作画 不同的艺术呈现 却让学员们一头栽进 断针会秀的世界中 以这幅巴西渊尾却是一日红来说 就特地挑了红色的布再来染布 然后作画呈现不同意境 因为他是从早上太阳出来开了 然后太阳下山的时候 三四点他就卸了 然后他可是他卸的时候 他可以把他的那个花蕊垂上地上的时候 又有另外一株新的生命出现 所以这个我就取名到 却是一日红 但是他的花却是非常的漂亮 布薄为那个画质 那以锈针代替画笔 那当然他是用丝线呈现他的颜色 这样子的一个绘锈呢 其实他都在在展现了每一位老师的那个心血 那每一幅画座都要花好几个月才能够完成 非常非常精致 让人家惊艳的作品 透过针线座画色彩更鲜艳 花团锦簇针线期目前在公所展出 时间一直到5月14号为止 也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欣赏 一同体验会秀之美 这场欢迎林汐子采访报道